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毕如首都利玛的一家中医诊所 做诊大夫就是这位已经73岁的老人梁维钧 梁维钧和夫人王一贤都是学医出身 已经在南美行医30年 在利玛可谓是有口皆碑 关键就是因为他的绝活中医针刀 这个西医的刀跟西医跟中医的针 结合在一块这一针刀 这个他的头呢有一小缝 有针刀 因为经常看着手啊 这个他可以很敏感的 哪有粘连 有粘连的地方呢就疼 我针就扎着这地方 它就开开了 它就好了 梁维钧介绍说呢 这个针刀疗法是一项新的技术 到如今也不过就是30多年的历史 兼具中西医的优势 我给你解释一下 这个针刀治疗呢 相当于是微型外科手术 刀口啊不到一毫米 一次手术通常两分钟之内就可以完成 曾任毕鲁第一副总统的路易斯·詹比德里 他多年的髋关节顽疾 就是梁维钧用针刀疗法治愈的 很快呢这种便去的疗法就在当地传开了 我们来听听两位يل武医是这么说的 多 모습 我看到它是更好的,更是更有效,更加速度,更是更好,更是缺乏能力 我认为了一年,我还以为有疑问,因为早就有疑问,我还有疑问,我会有疑问 我认为做的说法,我会起我的疑问,我会起来很多疑问 我的父亲说我给你带我来说,我认为我来到现在的疑问 前代梁维军受玻利维亚驻华大使的邀请到南美从事中医针灸治疗 1990年应玻利维亚警察司令部的邀请 梁维军担任警察医院的针灸医师 专门为警察及家属治病 1998年梁维军被玻利维亚警察总司令授予绅士勋章 这是当地警界的最高荣誉勋章 2005年他从玻利维亚到秘鲁交流讲学 此后就定居在了秘鲁 随着这个名气越来越大 除了秘鲁当地的病人 还常常有南美其他国家的病人是慕名前来 如今都已经年过七旬的梁医生夫妇俩 每天依然还在诊所里忙碌着 最大的优势 疗效快 痛苦 痛苦治疗的快 高兴 完了给你传播 他要带病人 不断的带新的病人 两位军用中西结合的针刀疗法在南美打开了一片中医新天地 他说现在南美还有很多地方的人不了解中医疗法 他希望能够通过自己行医治病 让更多的人了解相信并且接受中医 目光聚焦美国 您知道第一个进入太空的华人宇航员是谁吗 可能有的观众会说了 是杨立伟吧 错 那会是谁呢 来看画面 就是他 王干俊 王干俊的今年74岁 祖籍江苏延城 1963年跟随家人移民美国 是一位美籍华人 1985年美国宇宙飞船挑战者号 载着七位科学家和两只松鼠猴 以及24只白老鼠 在美国佛罗里达州升空 这其中一位物理学家就是王干俊 他也因此成为了第一位进入太空的华人 我是第一个中国人上太空的 那时候报纸啊什么的 桥色的都很关心这个事情 去太空有十重 十重对身体里面呢 不是很舒服的 每个人十重都 就等于混船一样 进入太空之后呢 王干俊的实验其实并不顺利 由于实验设备发生了故障 他跟地面控制中心申请维修机器 但是得到的回答却是不能 为什么呢 因为一没工具 二是因为这个机器维修起来啊 太过复杂 但是呢 一心想要完成实验的王干俊并不死心 他一边请教地面的专家 一边亲自检查线路 那这样怎么办呢 我就钻到仪器里面去 那么我就把它在里面慢慢修了 花了一天一夜把它修好了 修好了当然 我这实验就做出来了 在参加挑战者号飞行的时候 他随身携带了一面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 1985年 他和妻子回到祖国 把这面国旗赠予了中国政府 2012年 他获得了影响世界华人终身成就奖 此前获得该奖项的 有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 杂交水稻之父 袁隆平 以及科学巨人 钱学森等等 优优优独播剧场—— cats itu